大家好,今天終於又回到車站指淋系列了 因為之前有其他影片拍,還有沒有什麼 總之就暫停了一段時間 今天就終於繼續開展這個車站指淋系列了 我現在的計劃暫時就是希望可以完成了冬鐵線之後才上了其他影片 或者梅花簡足地,例如135上了一些車站指淋片段 2、4、6日之類的日子可以上了其他影片 我也不知道,但我心目中的計劃是想盡快完成了冬鐵線 因為實在拖延太久了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就留意我頻道,我遲下會公佈計劃的詳情 今天要看的就是這個羅湖站的車站指淋 我沙楼上最新的就是2017年1月的版本 車站指淋用的損失不是車站主色 因為車站主色是淺綠和白色的 但它這份就用了灰色 因為羅馬洲的車站指淋可能是綠色的 所以它不想混淆吧 我都不太肯定為什麼 總之它就用了灰色 這個圖片來講 就用了這個羅湖口岸 其實洞東西有點老套 我覺得我不太喜歡這個封面圖片 我覺得做紅圖士多更好 就是那個羅太豆腐花的士多 可能放在這裡比較貼切 我覺得 不過 不知道那麼多了 這個羅湖站是1949年啟用的 應該是10月14日如果沒有記錯 那就看看 售票機號碼012 這個好像是 羅湖站就是這個東鐵線三個總站之一 那就是這個南行的第1個車站 因為它是一個終點站 是羅湖網紅磡的第一個站 那看一下那個街道圖 可以看到羅湖站在這裡 還有深圳鐵路的羅湖站 那就是羅湖市場出現的不同河都在這裡 那羅太豆腐花那些東西 什麼羅太豆腐花 羅湖情教所那些 應該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就是看不到的 因為它的圖房比較大 它顯示的 最主要集中在這個範圍 所以看不到 我剛才說過幾樣東西了 那麼 禁區的界線在這裡 禁區界線 然後呢 就 有些什麼看呢 地標呢 它這裡有七個 這個得月樓呢 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它有個景光在這裡 那個景光呢 其實是 那個樣貌有點像日本的景光 那我覺得都幾有趣幾特別的 因為 其實其餘地方那些 我們香港那些景光 應該都不算多 是吧 至少我很少見到 我不肯定 可能是我見得少了 不過 我覺得這個景光是很特別的 對了 然後看看才做到什麼呢 還有一系列的 跟香港一樣的 紀錄 又是很搞笑的 好像上次那個 不是不是 那個 羅馬酒站這樣 譬如是 看一下 這個 海月 海月大酒店 這個應該是 同一個集團 就不是抄的 不像那些什麼 九龍城廣場那些 是抄襲香港 那這些應該就不是了 不過都 對了 有趣的 我覺得 地錶剛才看完 電話號碼各樣 它的號碼都OK的 26735406 對了 那這些 分分都有些東西 我就不再多說了 對了 首班車和尾班車服務時間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 那個站的開放時間 就是0545到0040 那車方面 頭班車就是0555 三條五 還有這個 尾班車就是0030 對了 那麼早一點 始終它是一個邊境的車站 但是它其實是似過 樂馬州站很多 因為樂馬州站 好像十點多 就沒有車站 對了 這樣 這樣 接著就是這個 車站結構圖 我們照舊 由頂開始看 看到下面 這樣 對了 首先就是這個樓層 它沒有印出來 但是這個 其實應該是L2 叫做底缸樓層 那這邊就是閘外區 這邊就是閘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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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藍色來顯示 這樣 然後呢 下到這裡就是L1 L1 就是這個 離港大堂 那就是這個位置 對 停車場 另外的 月台 月台方面 有四個月台 包括了一個倒式 還有兩個側式月台 那在這個2003年之前 應該月台的數目 只有三個 那就是 加建了一個 2003年 變成四個月台 中間那個就是一個倒式月台 旁邊就有兩個側式月台 那 它那個列車怎樣運作呢 就是 會進去這些月台之後呢 然後呢 在那個倒式那邊先下客 開了那邊的門 先下客 然後就 就是 下了客之後呢 就 會開那個側式那邊的門 去上客 其實應該是人流管制各樣的 如果你去過爐站 你都知道那個 衝襲跑上去的情況有多嚴峻 所以這個安排 其實也是一個好的安排 那 它的 升降機數目有三部 扶手電梯應該是有五條 然後 樓梯方面 應該有兩棟樓梯 那 除此以外呢 它還有三條那些自動行人梯 就是 平地那隻 那隻自動梯 不知道 知道嗎 對 大致上是這樣的 另外就是想說這個樓站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 它的車費特別貴 因為可能是一個邊境站 那 那 所以呢 就是因為這個車費比較貴 很多優惠都是不適用於搭你 這個站 譬如那些 紀念車票的使用 各樣都不可以這樣用 也不可以在路進出的 那 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地標 也看到有些住宅的區域 那 大家可能會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那些人住在那裡 那他要搭車那怎麼辦呢 就是 是不是每天都要給二十幾元 或者小朋友就是半價 那 是不是要給那麼多錢去搭呢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 港鐵公司都有就住 就是 關注一些 在附近 居住和工作的人 那 如果他們提出到證明 可以申請一個叫做 勞特價證的物體 那 他們就可以用回 正常的車費架構 去計算回他們的車費 就不用像我們那樣 去給一個這麼昂貴的車費 那 我們再看看這份 來自2007年的羅湖 就是男子 可以看到 書法是改變了的 這個應該是14年打後的 書法字體 那這個就是14年前的書法字體 那 以前那些圖 其實整條冬鐵線都是這些圖 就是 不會是因應站而去放一幅圖 那 總之整條冬鐵線都是用這三幅圖的封面圖片 那 這個應該是逢迎仙館那類 不知道是雲泉還是逢迎仙館 我都不太記得 我猜是逢迎仙館 那 就是粉嶺 這個明顯是 泰和或者大埔虛車站附近的火車博物館 這個我都不太記得 是不是大胃 對 我要再深入研究一下 那 口號就是一直帶動生活 對 那個圖其實大同小異 不過我覺得呢 我比較喜歡它以前綠色底的這個設計 對 這樣 對 那當時呢 它沒有顯示任何地標 但其實它所 呃 寫的這些都就是那些地標 不過它沒有用一個號碼的顯示出來 那就是用了標 當時 這一份是2007年12月的版本 對 對 那就是那些東西 不說了 那 那 我非常喜歡的車費表 對 這裡有 車費表 那 你車服務時間和查詢那些縮小了 非常好 對 那看完這份 十年前的車臨之臨 還有這個 乘車應變錦朗的 對 那這些籠筒東西 就是純純都是印這些東西 然後呢 就是這個免費的接駁巴士 就是當有什麼事故的時候 巴士在哪裡呢 就是在A2出口那裡 對 這個位置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我這個 車站指引系列 謝謝